好来关心足球方面 中国男足国家队刚刚在武汉体育中心和越南结束了本次国足集训的第二场热身赛 此一国足首发阵容恒大队员唱主角 入选的七人全部登场 身穿白色球衣的中国队开场11分钟就取得了进球 左翼高质量船中高龄投球充顶破门 第34分钟佛人亮带球以一对三 在小禁区前低射得手 相比分扩大为2比0 随后第62分钟高龄打入了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二类进球 将最终的比分定格